站在人群中一同唱歌 倒了許浩平手拿鏡頭 記錄下西柏來古老傳統的 助澎街神點儀式 沒想到隔天就爆發戰火 炮聲不斷 當地陷入一片混亂 因為在10月6號參加完當地節慶後 32人的旅行團才剛越過越旦河固 加上走廊就爆發戰爭 雖然兩地有一定距離 但他們一度被要求要進入耶路灑楞 所幸最後還是成功逃到越旦 巴勒斯坦的遊行隊伍也不斷出現 過程中還剛好遇到國慶日 一群人一起對著國旗唱歌 激勵彼此 他們一陸陸進入以色列 並在越旦首都安曼只留四天 隨後搭乘班機轉機三次後 才終於在14號凌晨順利抵達台灣 我不曉得會發生這種事 當時是覺得我到底會不會來台灣 能夠很平安的回來吃覺得很開心 雖然旅途中有一些波折 有一點擔心 但都平安解決了 想起來還是心有欲悸 因為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安全地台 徐浩平安旅遊公司費盡千辛萬苦 讓團員可以再不用花費多餘的費用下改機票 安全回家 帶團出遊行程走到一半卻發生戰火 好在旅行社緊經帶團撤離 最後都平安返台 新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新新聞